如果可以多出两厘米 小伙伴们希望什么地方多出两厘米呢 神称一声呐喊 众人坐鸟受散 这锅还得大阿雄来背 可大阿雄话锋一转 惊夸胖虎是专业选手 这话说得毫不违心 胖虎还怎好动手 大阿雄回到家 爸妈又吐槽地太贵买不起大房子 就算上个楼梯 也跟蓝胖子狭路相逢 双手摔成迭罗汉 归根到底还是日本太小 本以为是来到了足球场 没想到竟然是平时的空地 杨人决定体验下不一样的日本 蓝胖子掏出梦风铃 行行一摇 各家各找各妈了 妈 还有同样泪神狗的大雄 练了一天终于进了被窝 本以为会是个美梦 其乐大 而此时企鹅都出现了 杨人论起铲子的样子 像极了跑坑的哈士奇 只要速度不要命 终于挖穿了冰层 生怕破坏了气泡就糟了 蓝胖子又拿出冰雕工艺手杖 杨人又回到了 那个狭路相逢的小家了 那么小伙伴们知道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里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一项看来沉着稳重的蓝胖子 今天却变成了一个闷骚的花胖子 无论是小碎花还是小猪佩奇 统统都给蓝胖子来一套 大雄放学回来 发现房间里有个少女封碎花包裹 而且长出了尾巴和手脚 竟然是蓝胖子 大雄吓得把书包都掉了 喝哭哭啼啼的蓝胖子玩起了二人转 蓝胖子脚下一滑 一屁股坐到了零分试卷上 大雄还没反应过来 这一打零蛋就已经被老妈尽收眼底 大雄想着擦掉蓝胖子身上的零分 蓝胖子又变成了海绵的颜色 原来这都得怪多拉美送来的打蜡膏 涂上之后 不管蓝胖子碰到什么都会变色 这下大雄倒是找到乐子了 换着花样砸蓝胖子 看他变色比巴颠倒还精彩 被球打到脸的蓝胖子 发现果然是 没涂蜡的地方就不会变 正说着 他发现自己坏上老鼠皮肤 而那噩梦般的存在 正趴在他脚上 蓝胖子一蹦三尺高 手脚并用的跑了 大雄本想追上他 却被地上的罐子绊了一跤 多拉美这个醉鬼祸手 姗姗来迟 大雄这才知道 蓝胖子是用了 急错过来的机器人 素成时尚蜡 没有定型喷雾 才会一直变来变去的 多拉美和大雄一合计 就出门找蓝胖子去了 躲在树下的蓝胖子 不出意料的 变成了树干的颜色 结果被枝料当成了树 蓝胖子只好继续逃跑 好不容易靠着电线杆 休息一下 又被狗子 当成了絮絮的风水宝地 急着躲狗的蓝胖子 一头撞到了胖虎身上 又成了胖虎通款 时尚大师小夫开口 就是一句真丑 蓝胖子也这么觉得 这一唱一和的 把胖虎气疯了 蓝胖子只好躲到静香身后 再怎么样 也不能打妹子吧 结果静香一带头 大家玩起了 奇迹蓝胖子的换装物语 各种时尚元素都试了个遍 可蓝胖子是一个也看不上 他只是想当个蓝胖子罢了 小夫还憋着大招 那就是知名时尚设计师 设计的古川家 鸡老子狗牌装 但他们一家人 倒着穿得挺自在的 蓝胖子刚逃到油桶旁 就被老眼挥坏的大爷 当上了油桶 一开口 吓得大爷假牙都掉了 大小哥多拉梅 找到小夫家 不见蓝胖子踪影 他跑去买了蓝色油漆 从头到脚淋了个头 成了如假包换的蓝胖子 直到整条街的人都在笑话他 蓝胖子才发现 自己成了猫行自走广告牌 碰到什么变什么的日子 真是太难了 这不 蓝胖子又撞到人了 撞谁不好 偏偏撞了个贼 被警察当成了 偷老太太包袱的小偷 哈渊都来不及 害怕蓝胖子集中生智 装成了地藏菩萨 不禁把警察糊弄了过去 还把一群老太太给忽悠了 一个礼貌的喊着蓝胖子破功了 他只能又气又伤心的 躲到了没人的公园里 想到以后连坐着都是男士 蓝胖子真想猫生虫来算了 一转眼的功夫 蓝胖子被猫淹没不知所措 不停地变换着猫的花纹 让他被猫群当成了同类 这下蓝胖子真香了 和猫贴贴岂不美哉 大熊和多拉美终于找了过来 蓝胖子正在知道 自己会变来变去的原因 还好只要过了三小时 就会恢复原状 现在只好到点 猫咪们看了变回去的蓝胖子 一哄而散 多拉美则趁机数了起蓝胖子来 眼看兄妹俩又开始吵嘴 大熊一把抱住蓝胖子深情告白 说的蓝胖子原本不会变色的脸 都变红了 看来还是大熊技高一筹 你觉得什么样子的蓝胖子最好看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大熊好说歹说 归求胖虎能够归还借走的漫画 可借胖虎东西 那叫有去无回 不是大熊想追翻 只是那么漫画的最后一页 有不能说的秘密 大熊所画的奥特曼大怪兽 大熊这一害怕 就想起了曾经用过的透明眼药水 只要有了它 胖虎都可以踩在脚下 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大熊大手一摊 是一蓝胖子叫出道具对抗胖虎 可今日蓝胖子命中饭桃花 忙着去约会 但自家娃又不能撒手不管 听说只是想借眼药水对抗胖虎 就借给了大熊 看着大熊滴了两滴 蓝胖子收回道具 就忙着去找相亲对象了 大熊则等着要笑生效 蓝胖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忙着约会也就没去深想 此时的大熊看着镜子 傻乎乎地认为只有自己能看到自己 别人都看不到 想找老妈求证 可老妈不在客厅 就连厨房也没有 可脱鞋明明还在家中 但当务之急还是去单挑胖虎 大熊走在街道上 却处处都是万人空巷 这种小概率事件让大熊碰上 大熊还以为是运气爆棚 都怀疑小镇这种人全搬走了 这时传来奇怪声响 大熊还被空气撞翻在地 听着周围的怒吼声 以及成仙的菜篮 大熊自我催眠 这不是真的 此时蓝胖子终于抵达未来 本来是奔着相亲来的 却被骗来定期保养 骗猫装汉王也只能用相亲这招了 蓝胖子被无形拉走时 掉落了隐形眼泳水 空无一人的公园中 大熊总觉得怪怪的 水龙头会自动打开 翘翘板会自动翘起 秋仙会自动摇摆 这比撞鬼还刺激呢 再看到自走婴儿车 以及磨坏大熊的自行车 大熊破房了 因为看到小福家着了 派公家走水必须吃瓜 可到了近处 没有瓜吃只有烧烤 大熊蹭着免费烧烤 还不忘把碳浇面 直接洗提小福的磁水枪 而这一切都被据杀到 异样的哆拉美尽收眼底 师兄不明白出了啥事 这就要从眼药水说起了 这并非隐身的眼药水 而这让自己看不到 其他人的眼药水 一听说有瓜可吃 师兄立刻倒带重放起来 大熊当初来到客厅 其实客厅中坐着老爸 而老妈也在厨房中 只有大熊自己看不到而已 这种操作都给爸妈惊呆了 街道上有人 桥边也有人 万人空向的假象 只是大熊自己的误解 当时的怪声 也是人为传出 当然也是被人撞倒 也不存在呈现的菜篮 而公园并非空无一人 水龙头处有人喝水 翘翘板有人在玩 秋千有人在荡 而大熊的姿势 真是老司机了 只怕要住无声了 至于小夫家的烧烤 正如主还没吃到 法国进口烤肉 就被大熊蹭吃蹭喝 还不忘一桶水浇灭 这就是刺水枪的由来 真是家中有一老 胜似有一宝 大熊打着喷嚏 昨天只有自己 看不到人的街道上 大熊正在想起来 找胖虎拿书的正事 可到了门口 大熊又感觉 胖虎家像个困兽笼 虎妈正在擦鞋 大熊就自言自语 打开了大门 虎妈都惊呆了 更惊的是 大熊竟然不跟自己打招呼 胖虎正在房间听成名曲 大熊一开门 就是上万的魔法攻击 按钮一停 就吐槽胖虎这个非专业歌手 拿起漫画 吃着胖虎的零食 在当面打开最后一页 胖虎气得都要炸了 却被大熊一口橡皮灰 吹灭了怒火 本来可以安全离场 可吃货改不了贪吃 还把渣渣灰拍在了胖虎头上 胖虎这还怎么忍 先着背后下黑手 接着当头一中拳 此时蓝胖子才知道自己闯祸了 火鸡虎了反过现代 大熊也被吹成了吉娃娃 那么大熊是否意识到 羊水有异常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小福遇到了大危机 第一土豪的身份被撼动 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 小福都有什么坏心思 也就喜欢日常炫炫富 把有钱归结成自己的宿命 却不知一个危险正向他走篮 上一秒还在吐槽 出人不懂富人的快乐 下一秒就迎来了新的转校生 这个外国人名叫马东梅 是跟着爸爸一起来日本出差的 有心人小福怎能不炫富 毕竟法国进口的模型飞机 可不是想买就能买 起了下一秒打脸了 人家有真飞机 既然飞机咱没有 小福又掏出游艇来说事 可东梅家却有潜水艇 小福都惊呆了 自家有池塘 东梅家却有湖 小福家有四人岛屿和别墅 东梅家可在全世界都有城堡呢 但东梅三观超正 说这些都属于老爸 说了财富直不说 现在连人品也碎了一地 小福想直接买机场 可小福家的财力不允许啊 小福只能猛难哭泣 说什么都要打赢这场仗 蓝胖子刚好路过 小福口吐莲花 说蓝胖子就算秃头 也是猫中海王 下一秒就要起了生前工具 还打出了要给老妈买礼物的感情牌 小福求人的样子 蓝胖子哪里扛得住 拿出未来支票 这可是出了名的翻车神器 只要写上金额 就可以不停地买买买 可蓝胖子还没说完 小福人却没了 这道具有些玄乎 小福决定小事身手 喜好一百 还真就换来了美食 第二天 东梅分享着自己的有前提调论 校门口就迎来了家常版武林红光 红毯一扑 小福闪亮登场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24K金 就连橡皮都不例外 虽然不能用来擦字 但小福快乐就行 就连午餐 也是法国进口烤肉 可惜被无视 也不管小伙伴们认不认识豪车 就要强行让他们体验一番 豪车虽然坐着舒服 可却有点危险 车身太长 小身中完全无法驾驭 大九三人正在摆脱了小福这个炫富惊 小福气到原地爆炸 怕我跟东梅玩得挺嗨 小福却被晾在了一边 小福认为 他们一定是看上了东梅家的钱 既然如此 小福要如法炮制 当个合格的散菜通子 毕竟自己 穷得也就只能拿出成堆的票子了 可又一次被无视 小福想万丈光辉引人瞩目 恰恰有一条新闻入了小福的眼 有钱就要有名 小福又在自己家见到世界第一塔 海报都印好了 可就是这张海报 让蓝胖子意识到翻车了 小福除了造塔 还要造个自己的雕像 要让自己成为第二个比尔盖茨 可蓝胖子却带来了重磅炸弹 因为这些钱是从未来预知的 小福显然没听懂 可小福妈去用行动 让小福明白了 零花钱直接变空投支票 蓝胖子拿出时光电视机 未来的寒冬里 有一个卖男孩的小火柴 遇到了贵人 换来了巨款 可还没五热火 票子就凭空消失 这就是小福的结局 小福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雄劝小福及时止损 可小福不明白 我都没钱了 为什么还有帮我 但真正的朋友跟钱无关 就算小福一贫无喜 在大雄眼中也是一辈子的朋友 小福这下彻底误了 停了一切工程 第二天的小福终于消停了 也懂得了金钱难买真感情 但你以为这是小福 那就错了 马东梅又要转学了 如果东梅不在了 那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是小福重回最土豪宝座 又开始了永无止境的日常炫富了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这日上有一种难题 叫做两本漫画都想买 可却只有一份的钱 这时背后突然想起了蓝胖子的声音 大雄以为是错觉 可声音再次出现 腰瘦了 野猫竟然说话了 但这真的是蓝胖子 因为自己要忙着约会 所以就找了生物机器人当替身 可是怎么看都不像机器人 诶 您说对了 因为蓝胖子被野猫变成了机器人 这波操作实在是反社会呀 大雄取消复制头脑 野猫这才重新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所以说只要撞上复制头脑 万物皆可机器人 但蓝胖子便被打算寄给大雄 大雄只好日常午睡 老妈看大雄很闲 就决定让他当买菜跑腿工具人 说小学生闲 是这何方的虎狼之词 大雄凭借着影帝级别的哭戏 成功拿到了复制头脑 接着只需找到合适的载体 就会拥有一个代替自己的免费跑腿工具人 大雄将复制头脑贴上 四腿动物竟然站了起来 本以为会是个合合的实验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大雄的复制体也是大雄啊 好的没学会 倒是优先学会了躺平人生 大雄只好鉴定决心 可苗星人溜了一圈又躺平了 大雄只好继续加大电波 终于唤醒了毛作为跑腿工具人的觉悟 蓝胖子以为这样大雄就能安心学习了 呵呵 你还是不懂大雄啊 苗星人买够了食材 可食材实在太重 小小的身躯 又怎能拖动如此分量的口袋呢 但苗星人并未放弃 用自己娇小的身躯 向货物成功送回家中 大雄不仅抢了苗星人的功劳 还准备继续拆钱使用 蓝胖子好圆相劝 可大雄的猫不乐意了 一言不合 就对自己的育儿机器人动了手 产平对手后 大雄带着猫出门了 大雄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又让开心翻倍 公园游玩双倍快乐 虽然看漫画 也是双倍的快乐 可白嫖老板不乐意了 至于接下来要去哪 那还用说吗 必须是找静香了 可球拍只有一个 一人一猫都想玩 静香都惊呆了 一人一猫只好准在空地 睡起了午觉 可美梦正相识 一声呐喊 虎子来抢地盘了 苗星人有四条腿 毫不犹豫逃了 既然苗星人大难临头各自飞 大雄直接换了个新同伴 区区一拳 专上炮虎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人不要太嚣张 大雄鼓着掌 觉得这个同伴非常靠谱 可狗子的攻击值 虽然报表 可以说到作业 还是谈作业色变 学霸站在家天天向上 下一秒 一头狗子就翻窗进入 他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学霸的作业 狗子一步步牢记解题步骤 然后自由落体离开了房间 看着狗子成精 学霸惊呆了 蓝胖子路过空地时 只见大雄不见机器人 听说大雄发展狗子自由发展 蓝胖子不淡定了 因为如果超过四小时 就会反客为主 也就是说 狗子会变成大雄 取代他的人生 蓝胖子的道具 果然厚劲很大 两人一路疯狂寻找 可狗子已离开学霸住所 小福岁人给出了狗子的情报 可两人赶到时 狗子已不在了 现在只剩静香家了 狗子确实来过 可惜肚子饿了 刚刚走掉了 此时的老妈非常不淡定 因为家中有头狗子 自称大雄 大雄赶到时 狗子睡得正香 蓝胖子想取回复制头脑 可惜为时已晚 狗子以反客为主 不仅自称大雄 还让蓝胖子站到自己这边 蓝胖子虽然不认同 但熊妈熊妈 已经认可了新的大雄 那么为了取回自己的身份 大雄到底应该怎么做呢